1992年江西省西谷惠村 秋风尽吹 阴霾满天 千顷的芦苇中的泥泞小路上 攀山的走过来一个满脸皱纹 几倍勾搂的老人 他今天出狱 在渤海湾的监狱研厂 他已经足足的待了22年 傍晚的时候 他终于回到了生养他的山村 在坍塌颓败的老屋前 他拨开墨西的薅草 见到窗铃尽朽 似乎一对无眼的瞎眼 冲他凄惨的对视 妻子女儿 已经二十几年毫无音讯了 他只是恍惚的记得 三岁的爱女 在他被绑走的时候 那种经济的眼神 就是因为记着自己女儿那双眼神 他才能支撑到今天 他走出自己家破败的屋子 见到旁边的屋子当中 有灯光 便悄然推开门 坐在暗前 屏竹叶书的女子 转身向门口看了过去 就在那一瞬间 女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猛人间 女子扑上来 跪在老人膝下 嚎啕大哭 老人见到家徒四壁 只有破案上面 整整齐齐 落着的信纸和信封 还有成帘的邮票 老人也缓缓地给女子下跪 几滴昏浊的老泪 挂上了脸庞 两个人互相默默地哭了半天 突然女子站起来 从悬挂的破篮子里 拿出了一个红包 递给老人 说道 这是您闺女 结婚时候的洗糖 洗烟 没敢烧给您 老人把红包 置于胸扑处 女子说 伯父 我没有能和你和 给我爹 洗清冤屈 对不住啊 老人对着自己的侄女 周海青说道 海青 你没有对不起我 是我对不起你呀 老人将脸 贴在那个红包纸上 低声说道 不见面也好 是我对不起 他们娘脸的 第二天早上 街上的人们发现 市公安局大门口 横躺着一个老人 满脸抹白 手称白帆 上书十个浓诺大字 沉冤二十载 昭雪 待何日 老人 前胸 被后背 坠着 一片白麻布 用写 写成的文字 再死 一回 他就是昨天 刚刚出狱 二十二年前 因前因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的 周章平 时光倒转 就案浮尘 在中纪人民法院 档案库里的周章平 周章安 杀人案的卷宗 已经泛黄 案宗 记载着二十二年前的一桩罪恶 1970年的7月9号 西谷惠村的村民 李洪德的女儿 李玉珠 高高兴兴的放学回家 母亲用红梅 让女儿回家去削土豆 小玉珠没有答应 和几个女同学 一块出去玩耍了 吃午饭的时候 天降暴雨 小玉珠仍然没有回家 李氏夫妻在学校 村里面找了一个便 也没有找到小玉珠 一直到了晚上 仍然没有见到女儿的身影 后半夜电闪雷鸣 暴雨倾盆 大雨一时下到黎明 清晨的时候 西谷惠云雾缭绕 一个采蘑菇的村民 在林密树茂的山溅里 突然看见土坑里 躺着一个女孩 土坑里 积满了鲜红的血 采蘑菇的村民 便惊呼着 朝山下 喊人去了 李玉珠的父母 邱红德和英红梅 最先赶到了山溅 一看现场 当妈的 立即 就昏厥了过去 建国安局的 刑警现场勘查 小玉珠的尸体 横握土坑 头发蓬乱 衣衫蓝绿 从她的胸 到下腹 有一道 长达 二十九厘米的刀口 裂口 宽 十四厘米 肝脏 被刺五刀 内脏 外翻 小玉珠 已经死亡了 八个小时以上了 经过一月 暴雨的冲刷 尸体和现场 都没有办法 采集到其他的罪证 七五会这个地方 地理闭塞 深山僻壤 外人喊志 选择 在山溅里作案 定是本地人无疑 凶人 凶手杀人手段 极其残忍 似乎有深仇大恨 当天 死者的父亲 底洪德 便向传案组 控告指认凶手 就是本村的村民 周章平 周章安 两个兄弟 原因有三 第一呢 是因为这个周迪两家 有三倍的夙愿 两家亲近 有过斗欧 第二呢 是在发案前 周家兄弟 与底玉珠 有过接触 第三呢 是周家兄弟 说不清 发案室的去向 当天 由村党总织书记 汤其贤 与四十多名群众 签字的 控告状 就送到了专案组 要求专政机关 严办 周氏兄弟 此后 县阁委会主任 在情况反应上 批示定性 说实之意 是一起 谋杀害命的 反革命的案件 专派了五十人 组成工作主 进驻 西会口 办案 七天之后 周章平 被撤掉了 村 贫血主任的职务 同时被 开除 党籍 周家的兄弟 分别 被关押到了 外地 隔离审查 半年之后 周章平 周章安 分别被判处 死刑 和死缓 周章平 在 往复刑场的时候 怒吼 喊冤 被押回赞押 这个时候 周章安 在狱中 用筷子 戳下了自己的双眼 绝食而亡 这个案子 始终没有得到 周章平的口供 而供认 与凶杀人的周章安 又自虐身亡 复审之中 改判周章平死缓 减压在 渤海 劳动延场 周章平 在狱中 三货减刑 压满 22年后 被释放出狱 在市委 政法委书记的案头上 放着周章平 周章安 杀人案的案卷 如此恶性的一起杀人案件呢 却只有薄薄的三本卷宗 可想而知 当时 办人员处理这个案件 是多么的潦草 而旁边 却落着周海清 二十年以来 写的两千多封 寄给中央 省 地 县 有关部门的申诉信 而最右边的一路 是这二十年来 在上级部门的干预下 八次 对周氏兄弟杀人案的 复查的案卷 八次复查 年代不一 半人不同 但是结论都是一致的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申诉无理 予以驳回 二十年的漫漫长夜 数百万字的书写过程 数千里的明冤之路 还有了鲜血凝旧的 再死一回四个大字 政法委书记处理案头 毅然提笔批示 调集公检法 办案专家组 组成专案组 再审一回 七名资深的法官 检察官和警官 组成的复查专案组 正是带着法律的使命 走入了周氏兄弟杀人案 那段历史当中 时光已经流逝了 近四分之一的世纪了呀 物是人非 证人呢 绝大多数都已经病逝 活着的 也都是年纪很大了 既不大清楚当时的情况 而案犯之一的周章安 也已经自杀身亡 而案情也已经在当地 广为人知 其他的物证和旁证 也都因为文革时期的混乱 而大部分丢失 想要准确无误的复查 甚至是改写这段历史 谈何容易呀 专案组的负责人宋慈 和刘朱英等六位组员 经过认真分析 其他将复查材料 梳理成三个方面 第一呢 是被告方的申诉部分 包括九审不供 不在现场有人诬告 三个部分申辩 但是又提不出否定犯罪的直接证据 在文革时期 办案条件粗糙 很多办人员经常殴打嫌疑人 因此 刑军逼供取得的口供 检察院和法院 不认为是无效的 而周章平和周章安 不在现场的证据都不充分 而有人诬告一说 也拿不出确确的证据 二是群众反映 包括案发后二十年来 西口会的相当为谈色变案 谈案色变呢 都觉得周氏兄弟非常的冤屈 但是提不出证实无罪的证据 很多人从周氏兄弟平时为人的口碑里 从这一点出发 认为两个兄弟 不大可能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但是推断不能作为证据 即使有怀疑 也只能是怀疑了 第三呢 是原地区的公安处 派往西汇口都办此案的情景 王岁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 二十多年来 他对周案始终抱有深深的疑惑 首先就是他来到西汇口进行侦查的时候 发现和受害者的父亲 底洪德交流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父亲对女儿之死并没有怎么悲伤 其次就是据当时周围的村民回忆 底洪德还没有到女儿被害的现场 就已经大哭大闹 说女儿被杀害 被割付 虽然事后 他解释说 是报信人所说的 但是 询问报信的人 他说并没有说的这么详细 因为他自己啊 也只是看了一眼就跑回去报信了 没有看太仔细 而二十年过去了 报信人呢 也已经去世了 即使怀疑 没有证据 也仍然不能洗清周氏兄弟的干系啊 转组呢 又重新详细的阅览了二十年前的案卷 因为当时历史特征和混乱的条件 致使办案非常的草率 证据粗糙 鉴定模糊 处理急躁 给全案从证据链条上 又留下了连环相套的疑点 杂乱无章 证据文乱的案卷 使七位刑侦专家束手无策 专案组长宋慈 决定了全组进驻 西会口 一色的变装 轻车简从 进入农家 真正从时空心态上 走回二十年前 宋慈一行人来到西会口之后 居然意外的 在村委会 红旗斑驳的 打土豪年代的大力棍里面 翻到了保存的相当完好的 1970年7月9号的出宫表 出宫表上啊 标明了周章平当天的活迹 是上山砍柴 周章安呢 是进城买农药 恰好 这两宗活迹啊 都是独来独往的 可能在山上 遇见周章平的护林老人 早已经过世了 而能在进城路上 碰见周章安的人 那是一个也没有啊 即使有这个出宫表 也无法证实 周氏兄弟不在现场 专案组在村长的带领下 查看了当年的现场 令人惊议的是 20年前 照片上的现场啊 与现在的山剑 别无二致 林木依旧 土坑依旧 他们仍然沉默着 道不出 破解疑惑的契机呀 专案组呢 当然呢 没有放过访问 被害人的家属 抵御珠的父亲 抵洪德 已经是花家老人 但是谈起20年前 女儿遭遇杀害 还是双目喷火 他狠狠的将周氏兄弟 大骂了一顿 仿佛啊 要咬下他们的一口肉 这才解恨 而他的老伴 硬红梅呀 自从女儿死了之后 万念俱灰 归依佛门 送精吃素 坚决呀 拒绝与政府照面 他们没能得到 比案卷更多的情况 专案组在西会口 苦苦寻觅了 20年前 血案的蛛丝马迹 终于呀 收集到了一些 有价值的情况 一是 与这个案件 有芝曼关系的 原村党之书记 汤其贤 这个汤其贤呢 在本地呀 那是一霸呀 当初 就是他 聚众 联名 控告 周氏兄弟 而和他呢 和周氏兄弟呀 有相当深的 个人恩怨 周章平当时呢 是农协主席 党支部的委员 在选举党支书的时候 投了这个 汤其贤的反对票 因此啊 汤其贤 对周章平 可以说是恨之若骨 而且 因为这个汤其贤 有劣迹 公事中的很多人 都想 让周章平 取代汤其贤 更重要的是 汤迪两家 在案发之前 结了姻亲 有一容俱容 一损 俱损之意 这个汤其贤呢 对这个 周家这个案子 推波助澜 显然 是有私心的 二是自从女儿 遇害之后 她的母亲 应红眉 极为反常 足不出户 精神恍惚 久病不起 而且在每年 女儿 遇难日的时 必与丈夫 争吵 外人曾经多次听到 应红眉 诅咒 底红德缺德 要遭雷劈 第三呢 是原案卷的 实践报告当中 提到尸体 腹腔内有积水呀 是水漫尸体 所导致的 但是检案报告中 没有提到 红色的泥沙 法医提示这个 剖腹之师 握于土坑一宿 山洪通过腹腔内 必留下山间 特有的红沙土 宋慈 据此推断 除非是抵御珠 是被剖腹后 才被放到土坑上的 或者是被放到土坑中 才剖腹的 专案组 一时回事 分析密查到的情况 另外的派两个人 仍然在西汇口收集情况 专案组 首先找到了20年前 地区公安处的 尸检的法医 经他的口啊 证实尸体的腹内呢 没有红色沙土 的确不符合逻辑 这是本案的一大疑点呢 经过专案组综合分析 死者的母亲 应红梅 二十年来的反常表现 似乎是有隐情 应该是本案的突破口 在西汇口留守的专案人员 也收集到了重要的信息 案发当夜 底洪德与汤齐贤 以及另一个人 在底下相聚了一夜 但是没有急着找人 这似乎与情理不合呀 专案组长宋慈啊 率员重返西汇口 两次上门拜访 应红梅 但是被他拒绝了 无奈之下 宋慈依法在乡派出所 传唤了应红梅四次 但是应红梅始终紧闭双目 口中诵经 传唤无效 春日艳阳 距离西汇口三十里的 洛浪山 浦云四里 应红梅准时的到庙里拜佛 法德主持 专备这个宿斋 请女施主到禅房论经 突然就在应红梅 进入了禅房之后 在禅房的暗处 突然转出了专案组长 宋慈 他与长老一同开导应红梅 这个已经年近五十岁的憔悴的女人 突然蒙面大痛 悲伤的说道 你们去找徐钦石吧 宋慈 这才知道 徐钦石便是当夜呀 留宿于底家的那个神秘人物 这个神秘人物 徐钦石已经移居了江山县 当他被传唤到县公安局的时候 一看到桌前端坐着七名法官 顿时露出了大难临头的恐惧呀 专案组长宋慈啊 坦诚引导 最终使得徐钦石撕开一巾 抓破凶途大声哭道 这个事儿埋在我心里二十年了 也折磨了我二十年呢 因为我与那个汤齐贤有点沾亲 那天晚上下雨 我就与汤齐贤留宿在了底家 我躺下之后 我就听到隔壁里 底洪德和汤齐贤说 底洪德的女儿淹死在了七会口 汤齐贤和底洪德就商量 把这个事儿给周家兄弟栽赃 唐齐贤说 周家要篡他的权 听着听着 徐钦石就睡着了 徐钦石提到当时啊 有一个走山的木匠 也住在底家 还帮着找人 说把尸体运回去什么的 以后这个人呢 却不见了 经宋慈调查 这个木匠呢 叫做刘德 是秋山县人 至此 周氏兄弟杀人案 有了重大突破 据底家的邻居反映 发案当天 在底家窗下赶珠的时候 听见应红梅 向秋洪德哭求说 人已经死了 埋了就算了 不要七搞八搞的 秋洪德说 反正也是死了 抛一刀算什么 接着应红梅啊 就哭闹着要上吊 但是宋慈知道 就算是有这些证据 也不一定能犯案呢 无论是徐钦石 还是底洪德家的邻居 都害怕汤其贤 和底洪德两个人 在当地的势力 因此 这么多年来 都没有将自己知道的实情 说出来 现在 只有努力的 寻找其他突破口 才能让这一期 惊天的冤案 真相大白 专案组啊 又在全地区 查找刘德其人 从秋山县 归一寨 原籍了解到 二十年前呢 刘德到西汇口一带 帮工之后啊 就没有回来 家人呢 曾经多次寻找魏国 都料定 凶多吉少 刘德 失踪在 周岸的复查之中 似乎 又添了一层 神秘的色彩 这时候 周氏兄弟的案情 初见端倪 但是 要想案情大白 必须 让酿造假案的始作俑者开口 才能招学 这二十年来的 四海的深渊呢 转左的突破口 选在秋洪德的身上 秋洪德 幼年上过私俗 少年时 学过经济 青年的时候 当过土匪 在西会口啊 算是有文化 见过世面的人物 专案组长宋慈 利用他 不知道 他的妻子 已经道破玄机啊 故作 了解周章平 杀人经过的样子 就接触了 这个底洪德 让底洪德 反复的叙述 查找 自己女儿的路线和经过 并且自书了 满满八页纸的证言 底洪德称啊 在山间呢 绕着这个树林 寻找自己女儿一圈 用了二十分钟 每次回到这个山间崖壁的时候 又呼唤三次 转组长宋慈啊 实地的在现场走圈 他发现了 这一圈根本不像秋空 底洪德说的那样 需要二十分钟 而至少需要六十分钟 甚至是八十分钟 回到这个山间崖壁 助力的时候 浮尸的土坑啊 宋慈发现 距离这个崖壁呢 仅有三米远 根本不可能对尸体视而不见 抓住这个破绽 宋慈全面猛攻 致使底洪德低头悲叹 但是仍然呢 不肯束手就擒 专组啊 又转向汤其贤 旁敲侧击 专攻发案的之后两天 汤其贤与刘德一同外出 致使刘德失踪二十年的问题 直逼的汤其贤大喊淋漓 不得不交代了 与底洪德密谋 叶铺失身 加害周氏兄弟的全过程啊 掌握铁证之后 再审底洪德 也是一攻击破 终于使得这起二十年的冤案 真相大白 把时空再算拉回到二十二年前 上午十一点的时候 底玉珠放学之后 想约自己的小伙伴去临间采煤 小伙伴们不去 底玉珠啊 便自己独自前行 午后 山里突向暴雨 形成了山洪 小玉珠躲避不及 就被山洪卷入山剑至死 当天下午 底洪德呢 在寻找当中 发现了自己的女儿的尸体 底洪德返村的时候 就遇到了荡之叔 汤其贤 这时候汤其贤呢 就把这个底洪德 拽到一边 密谋 借助他女儿死亡的事情 谋害周氏兄弟 因为底洪德 与周氏兄弟 有夙愿就仇 这个 汤某呢 和这个周家兄弟呢 也有前贤就恨 两个人一派即合 当天深夜 两个人窜指山剑 拔开了 自己女儿 求玉珠的衣服 求洪德 底洪德 用刀割开 女儿的腹腔 汤其贤 又在 底玉珠 肝脏部位 猛出竖刀 伪造了杀人现场 回到村子之后 又故意 在山前装后 寻找自己的女儿 大声呼唤 制造 寻女未归的假象 求 底汤二人 在家见后 当听到有人说 林中发现尸体的时候 两个人一同突出 血口喷人 就把 这个脏 栽到了周氏兄弟的身上 汤其贤 连夜 伪造了联明的控告信 并且思刻印签 对诬告周氏兄弟杀人一案 推波助澜 原来真相是这样的 是自己老爸亲手 把自己女儿的肚子抛开呀 苍天有眼 沉冤昭 昭雪呀 专案组 将这万言书 复查报告 上乘到上级 专案组 对精神崩溃的 汤其贤 连功三天 阔史奇交代了 他走漏风声 而将木匠刘德 骗至洛朗山 将其杀害掩埋的罪行 1992年3月12号 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公开审理 这一陈年的冤案 一审判处 李洪德 犯诬告陷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黑场经济损失 一千元 一审判处 汤其贤 杀人罪 诬告陷害罪 并处死刑 缓期 两年执行 同时审判 周章平 周章安 无罪 致富国家 刑事赔偿金 一万元 4月16号 周章平 周章安 平反大会召开 县委 县委副书记亲自 将恢复党籍的决定 递交给周章平 老人热泪盈眶 颤颤巍巍地从怀里面 掏出了一个灰色的布包 呈给书记 书记打开一看 这里面全是封闭和脚票 里面附有一张 揉揉擦 污字的字条 记载着周章平 每个月存入的数额 这是周章平 为党交出的20年的党费呀 和农村党员的交纳额 一分不差 看到这里 顿时 县委书记 泪流满面 全场党员 唏嘘流泪 周章平 向全场群众 身居义宫说 我总算 活到了今天呢 颜碧蹲在地上大哭 那一瞬间 苍天也为之动容 大地也为之哀叹呢 六天之后 周章平 在故土内间破露的小屋里 走完了人生最后一刻 他死于急性心脏病的发作 他走得安详宁静 不怨无憾 故乡的绿水青山 葬下的是一副 凌凌的轻骨 周家老母 在乞讨途中病故 周章平的五岁的二女儿 在乞讨途中夭折 周章平的小女儿 在乞讨途中患病 落下了终身残疾 周章平的妻女 哭吐异乡 咬无音讯 自挫而死的周章安 在审讯当中 被警方镣铐加身 香烟灼烫 敲骨拔牙 口罐大变 人间酷刑禁兽 终于违亲招供 与其弟 犯下了杀人罪 直到自己 兄弟被判处死刑之后 他自敢愧对天地 有负手足之情 所以 一死一求自解 过了一个多月 周家的老屋坍塌 周章平的大女儿 为替伯父父亲申冤 始至不嫁 荒泡青春 年近四十 远走他乡